這邊我在探討一個問題 是圓形薄膜的震動問題 我說像那個骨 它有一個圓形的形狀 所以它的薄膜是一個圓形的薄膜 這個圓形的薄膜 那骨它的邊緣的地方是負定端 這些都是負定端 然後它那個骨 打骨的時候 那個骨的半徑是大R 然後它的運動方程是 如果用極坐標的形式來表示它的話 那可以表達成什麼樣子呢 你看它會有對時間的兩次微分 然後有一個波數平方 乘上對空間的兩次微分 只是這次啊 我假設這個是軸對稱的問題 那就是 U要對R兩次偏微分 加上R分之一乘上 U對R的一次偏微分 好 我寫到這邊就好了 這個是 所謂的軸對稱的情況下 震動問題如果是軸對稱的震動問題的話 那個 另外一個變數 線材變數的影響量可以忽約掉 好 我這個意思是說啊 我的位移 支點位移是跟R還有P有關 這變化是軸對稱的變化 這跟軸對稱的變化有關 好 然後 這個問題啊 我剛有描述它的一些邊界的狀況 那Bundle condition也表達一下 Bundle condition就是說 在U的問題是大R 這小R是半徑 這半徑等於大R的時候了 他是固定端 不管是什麼時候 他都是一個固定端 所以小R換成半徑大R的時候 他是不會動的 固定的位移量 位移量是0 再來的話 我需要給他合適的Initial Condition 好 一開始的時候 古墨的形狀 這個支點位移的大小 形成一個古墨的形狀 好 一開始的時候 古墨的形狀我曉得 好 就是U裡頭的P代0 我可以用一個 所謂的 跟這個 變數R有關的彈數形態來 描述它古墨的形狀 我們整個問題是一個 軸對稱的問題 好 所以我貼一個R方向的端邊 就可以描述它的那個 古墨的形狀 好 再來它的速度 也可以知道 U對T為分 好 為完分之後把T代0 好 這樣的一個初始速度 我用另外一個跟R有關的函數據來表示 好 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解到這邊就夠了 因為 這類的問題 如果再繼續往後推導 也是 蠻 屬於研究所階段的問題 是可以推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那個講義的部分 我們先介紹到這邊就好了 就是它的物理意義 先介紹到這邊就好了 你可以用分離變數法來找它的答案 因為 這部分的討論 一般來說 考試是不會碰到的 再來就是 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講義部分來做參考 慢慢推 照著我的方法慢慢推 你也可以推出你要的答案 所以我到這邊就好了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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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s